自从合唱生完孩子小弟后,就辞职在家当起家庭主妇。 合唱公婆因为自己有工作,不能帮忙带孩子,又担心合唱和许航养家压力太大,便在每月第一天都会主动给合唱赚一万块,给她养孩子。 按理来说,合唱应该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就会看到转账信息,可如今一天都过去了,合唱收到婆婆问候孩子的信息,却没有看到婆婆的转账。 合唱心里不由打起鼓来,她不知道婆婆设置忘了,还是有事耽误了。 就在合唱胡思乱想之际,她收到弟弟和红的信息,问她这个月的钱什么时候给她。 合唱看完叹了口气,最后咬了咬牙,给婆婆打了电话。 电话接通后,合唱先是装模作样,和婆婆聊起小弟的近况。 说起家里发生的趣事,哄得婆婆开心了,合唱才小心翼翼地转变话题问道, 妈,这个月的钱…… 哦,钱的事我和你爸商量了一下,决定以后就不给了吧。 婆婆听到合唱提钱,态度冷下来,可合唱没有察觉到,反倒听到这事她急了。 如果婆婆不给钱的话,那她的日子可怎么过呀? 于是合唱急切地问,为什么呀妈,之前我们不是说好的吗,怎么好端端地就…… 合唱话还没说完,婆婆就气冲冲地打断她。 为什么,你心里不是很清楚吗? 我们每月给你一万,是让你给小弟花的,你倒好,拿去帮你弟还房贷,你自己说说,还了几年了。 合唱心里又惊又心虚,因为在她结婚那年,她家里给她弟和红买了套房。 但由于和红花钱大舍大脚,合唱爸妈又没什么正经工作。 合唱念及那是自己家人,就从她婆婆给的千里拿出五千,帮她还房贷。 合唱每次用那笔钱,都骗许航和婆婆说,是用在给孩子买玩具,办游乐园的卡,给自己买护肤品和人情往来上了。 合唱做了这些事,非但不觉得自己有错,还认为婆家条件那么好,贴补她娘家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 更何况,这也是她为人女儿,为人长姐的义务。 她自认为自己这事做得滴水不漏,婆婆怎么会知道这事? 合唱刚准备辩解一番,但婆婆完全没耐心听,反而直接说了句,以后小笛需要什么,他们负责买就好,随后就挂了电话。 一下子没了这一万的收入,合唱快愁死了,她又不好直接找许航拿那么多钱。 而和红还天天打电话问她要钱,这让合唱寝世难安。 合唱怕弟弟还不上房贷,真心会黑掉,想了几天,最后只能偷偷把她结婚时许航给她买的三斤卖掉。 可卖三斤只能撑两个月,之后,合唱又没了法,只能硬着头皮找各种朋友借钱。 然而,这不是长久之际,很快,合唱就因为还不上钱,从而没有朋友愿意给她借钱。 她为了躲避还债,只能拉黑了那些朋友。 对于合唱为了给弟弟还房款,而欠下不少钱的事,许航一无所知。 直到那天,合唱朋友来上门,许航才得知合唱欠了好几万块。 那天合唱有事出门了,许航正在陪小弟玩,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 她一开门,就看到一群陌生人凶神恶诧地问合唱呢。 许航不知道这人上门干什么,但她担心他们伤害到小弟,就让小弟先回房间里。 等小弟进去后,她才问他们找合唱干嘛。 回首的人纷纷不平道,合唱原先找我们借了钱,每次都说下月会还,可这都三个月了,她不仅没还钱,还拉黑了我们。 是啊,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才来的。 大家附和道,许航一脸懵,合唱什么时候借的钱,为什么要借钱,她怎么不知道。 大家看到许航一脸茫然不幸的样子,纷纷拿出聊天记录给她看。 可许航还是不信,生怕他们是骗子,故意批图来骗她。 她给合唱打电话,合唱一听有人来要债,就急着说她马上回来。 许航和一行人等了很久,合唱才回家。 大家见了合唱,异口同声骂合唱不要脸。 他们把她当朋友,她却这么对待他们。 看着那些人,一副想要撕烂合唱的模样。 许航赶紧把合唱拦在身后,还问合唱,她真的欠人家钱吗? 合唱来不及解释,求许航帮她还钱,她待会儿再告诉她。 许航虽然不解,但怕那些人做出什么不可理喻的事,只好掏出手机,分别给他们转了账。 那些人拿到钱,心满意足走了。 可许航和合唱这边,气氛却降到冰点。 许航黑着脸问合唱,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? 合唱见瞒不住了,只好说出实情。 得知合唱一直在帮小舅子还房款,许航气不大一处来。 她本就不喜欢合唱的爸妈和这个小舅子。 当初他们两个结婚,合唱爸妈就开口要了二十万彩礼。 那时,许航以为这个钱会回到合唱手上,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 没想到,合唱竟把钱给了她爸妈。 她爸妈最终拿这笔彩礼去给小舅子付了首付。 那时许航就对这件事有所不满, 但想着这钱给了合唱,怎么用是她的事,就没再追究。 可合唱怀孕三个月时,和红这个小舅子竟找上门, 说她要买辆车,本来如果是差个一两万,许航还会给。 可听闻,和红想让许航直接给她买一辆车, 而且还要求八十万以上的车。 许航直接炸了。 感情,这和红是把她当成冤大头来了。 许航当场就拒绝了。 合唱虽然觉得弟弟狮子大开口, 但听到弟弟先说谈了个对象, 人家父母说没车就不结婚时,急忙劝说道, 要不就给她买吧,不然弟弟娶不上媳妇, 那她家就完了。 许航充耳不闻,还问合唱,到底是哪一边的人。 合唱刚想说话,许航就破口大骂许航小气, 还怂恿合唱打胎和她离婚。 许航差点气吐血,她实在是受不了这个气, 就和和红吵了一家,然后把她赶了出去。 之后,许航也逼着合唱别再给和红花钱。 那时候合唱因为自己靠着许航养家,只能答应。 最后,和红那个车也没买,许航就以为和唱听进去了。 谁想到,原来这么久了,和唱一直偷偷救济和红。 许航一时难以接受这事, 第一次和和唱发生如此激烈的争吵, 说他这是在纵容和红。 和唱却不觉得,还说, 那是我唯一的弟弟,我不帮他还有谁能帮他? 难道我结婚后,就不能对娘家好吗? 许航恨铁不成钢,直接放弃和和唱的沟通,摔门离去。 和唱也很生气,觉得许航作为自己老公, 不和自己一起心笑就算了,如今还对他白脸色。 他越想越气,就带着小迪回了娘家。 哪曾想,和红一听他没带一分钱回来, 还想住几天,当下就不乐意了,拦着不给他进门。 和唱怒了,问他这是在干什么? 他回自己家有错吗? 和红说他嫁出去了,就是泼出去的水, 哪还算他的家人? 和唱被气坏了,自己不惜那么大的代价, 拿彩礼给他买房,帮他出钱还贷款。 他竟还说这话,和唱本就心情郁闷, 和红这一举动如同火上浇油, 他立马大骂他没良心, 他为他付出那么多。 谁知,他这一举动惹弄了和红, 和红直接挥着拳头就朝和唱打去, 还说他这个嫁出去的赔钱货, 他的钱就应该给他花。 和唱绝望地看向爸妈, 可他爸妈却当没看见, 还骂他没用, 唯独小迪冲上来护着他。 和唱心如死灰, 只好带着小迪哭着回了家。 许航看到和唱带着一身伤回来, 也顾不得和和唱冷战了, 问他这是谁干的。 和唱什么话都不说, 低着头沉默, 小迪在一旁生气地说舅舅打了妈妈。 许航气急, 做事要出门去找和红算账, 何唱拦着他, 哭着说算了。 随后, 他哭着和许航道歉了, 说他知道错了。 他之前那么心甘情愿救济弟弟, 纯粹是因为小时候, 爸妈对他不好, 只对弟弟好。 弟弟也因此恃仇而交, 欺负他。 直到他长大了, 自己能赚钱了, 也可以往家里打钱了。 爸妈和弟弟才对他改变态度, 这导致他有个错误的认知, 以为只要一直给家里钱, 就能获得爸妈和弟弟的爱与尊重。 可他却没想到, 这份爱和尊重,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 如今他已经想清楚了, 以后他也不会再牺牲自己的幸福, 去给弟弟和娘家谋幸福了。 好在, 他现在醒悟还不算太晚。 何尝小时候的经历, 导致他有错误的观念, 觉得只要他孝顺, 帮父母帮弟弟, 他们以后就会对自己好。 可他却忘了, 真正爱他的人, 是不会心安理得吞了他的彩礼, 也不会让他过得那么辛苦。 好了,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,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,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,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,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 最后想跟大家说,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,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, 关注,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。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, 在这里, 你永远不会孤单。 我现在在这里, 我会没性虚拐, 你永远不会孤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